我们很开心今天有这个互动的信息 我们的信息就是成为神喜悦的冠冕上的宝石 我们先唱一首歌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是你冠冕上的宝石 也是你眼中的同一 这两句话都是圣经里面拿出来的 我们是神冠冕上的宝石 是眼中的同仁是非常宝贵的 不过很多人就不觉得自己宝贵 就觉得自己很惨、很凄凉 没有人喜欢、没有人要、被人遗弃 我们这个信息我们今天是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一个可以福音四茶经用的 另一方面就是可以建立人的灵灵用的 我们首先看一个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 说来二章三节 哭乎那些不要读一下 你在耶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官 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免留 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 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凌的 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苦 因为耶和华喜悦你 你的地也必归他 少年人怎样取处女 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取你 新郎怎样喜悦新娘辛苦 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那这里是神对石安说的 石安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 所以又叫做石安山 其实石安那时代表耶路撒冷 也代表以色列 很多时候石安是代表以色列 就跟石安说 他说你在耶华的手中 要作为华官 即是在神的手中 是一个华丽的官面 在神的掌上是免留 其实这个字是不同的 在希伯罗文不同 我写了一个篇欄 大家如果找五八五零 希伯罗 你找到华官的字 即是英文的解释 六七九七就是免留的字 希伯罗文 意思是神的冠冕 神手中成为冠冕 你不再称为撇弃的 你不再被撇弃的 因为耶路撒冷受很多灾难 他被列国攻击 受很多灾难 你的地不再称为荒良 即是不再是荒良的 你他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 这个形容 即是好像一个 没有被人丢下的女人 即是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 在现代这个时代 其实很多人 已经觉得结婚不结婚 都没有什么大分别 有很多人来说 都不要紧要的 但在以前来说 在以色列来说 他们结婚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称为有夫之妇 即是一个有归属的人 是一个重要的 在当日来说 今天来说 有些人甚至说 我都不想结婚 所以对于今天的人来说 未必明白这件事 但对于当日来说 有夫之妇是重要的 因为耶稣说 喜悦你 欢喜你 你的地会归于神的 少年人怎样取处你 你的众文也要照样取你 这里说到 原文是众子 你的众子 即是你的子民都会取你 意思是他会珍惜你 珍惜石安 对于他 新娘 新郎怎样喜悦辛苦 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即是新郎怎样喜欢辛苦 在 即有时有些人结婚很久 可能未必是 那么喜悦他的新娘 过了很久之后 看一个关系 但在初结婚的时候 通常都是好的 初结婚的时候 通常都是好 那么就 即是好像新郎怎样 欢喜他的辛苦 同样 神都照样 很欢喜你 很喜欢你 那这个 这个经文 应用首先 是 石安 也都应用在 以色列人 也都应用在 神的儿女 应用在基督徒身上 即是基督徒 不再是撇气的 不是被人丢下的 是有归属的 是和被喜悦的 好了 那么我们 将这个应用在 即是福音圣茶经 和 这个 建立灵命那里 那么我今天 试一下用这个经文 我就和大家去 去 带领大家 即是用这个经文 怎样去 带领大家去 思考这个经文 应用在全福音 这样 那么大家 当你想回答的时候 你可以 拿个麦 的 那么你未拿个麦 是錄不到的 所以你一定要拿个麦 好了 那么就 其实 人呢 有时会被 朋友 放飞机 你 有没有试过 朋友 约你呢 我们现在当是小组 因为 虽然我们这样 坐了 但是好像当开组 那样 那么有没有试过 约了朋友 他呢 就放飞机 就 无影无蹤 那么 那么 有些呢 就迟 几个字 有些迟 一个小时 有些呢 是永远不到 那么呢 过了很久才到 大家有没有试过 这种经历 有没有人试过这个经历 试过这个 这个 原重的经历 有人举手 有人举手 有啊 迟了两个小时 我在餐厅等他 那些 那些餐厅的那些视影 不停眼望望望望着我 觉得我押着他那张桌 那我就 哎 没办法 等了整个小时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我就跟女儿叫东西吃了 吃完东西之后呢 吃完东西之后呢 那一大日去玩回她 原来她两夫妻家在家哭 就 哭到连我都不理我 我打了几十天电话给她 她都不认我 两夫妻都不认我 那其实 我都不是几开心的 不过呢 就算了 那 那 她们可能 都有一些事未放下 她们两夫妻都要去学习 嗯 好 那其实看一样东西呢 就是她们两个都好像撇弃对方 对吧 虽然不是真的撇弃 不过 吵架的时候都是伤害 就是说 你没用啊 我真的不喜欢你啊 你做些事我不欢喜啊 都是有这种的成份在内 就是人有事就会这样了 就是 就是有些人不喜欢对方 那而她们呢 亦都 当她发生怒的时候呢 她都不理你了 就是你坐在那儿等 她已经约了你 其实她可以打个电话去的 就是如果一个很有责用感的人呢 就会打电话告诉你 我真的来不了了 你自己先吃东西吧 那你就不用一直坐在那儿等 是吧 那这个都是看到人呢 那这个情况呢 就是好像被逼 但是有些很凄凉的情况呢 就是 真是撇弃的啊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故事 或者是你亲身经历过 或者是你有经历过这个经历 我感谢主不是我的经历 我非常经历 大家可能有没有见过 那些结婚那天不见了新郎 那新郎 大家以为是戏啊 看电视 看电视有什么 不是电视 所以我说我感谢主 我不是那个经历的人 感谢主 那你简单说一说过 什么发生 就是大约 真是结婚那天 新郎消失了 不出现 没有人知道 大家估计他可能 直后离开了香港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最近的事来的 都很久了 都很久了 那直接以后都没有交代 没有出现过 没有出现过 这个真是难以想象 那他真是扔下她 应该结婚的太太 但他真是扔下她 甚至是没有交代 这件事才可惨 即是说其实他计划了走 不过他继续走的时候 他就没有出声 没有出声 譬如说 我都是取消婚约 我不能够跟你结婚了 我有原因 或者譬如我 其实我跟你之间 我都是觉得我处理不了 那他说出来都好些 你不说出来 那新娘请了朋友 亲戚全部坐在那裡 做蛋糕了 全部预备好了 坐在那裡 等下等下 越等而不对路 越等不对路的时候 越来越丑怪 其实那个新娘 真是很丑怪 一个被撇弃的人 真是很凄凉 这些是严重的撇弃 大家有没有试过 轻量的被撇弃 即是说有个人 虽然其实他很 即我们期望他 如何对我们好 但他没有尽到 他应有的责任 令到我们很伤心 譬如有时有些 家里离婚 有些这样的事情发生 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些经历 我自己小时候试过 是什么事情发生呢 就是有一天 我自己的妈 忽然间 用个行李装了些东西 又没有出声 跟着走了 那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我妈的问题 是我爸爸的问题 不过他当作是小朋友 他就没有解释给我听 或者他都没有在心情中 解释给我听 因为是我爸爸有了外缘 所以家庭就发生了很多问题 后来我又不知道 有很多事我不知道 总之后来他想探回我们 都不可以 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就周时给钱给我的妈 其中一个妈 我们有不止一个妈 其中一个妈呢 就拿了些食物给我们 我都奇怪 为什么有这么多东西 他带来给我吃 那时候我小时候就没有问 什么 到很后来我见回我妈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其实我一直是给钱 他叫他买些食物给我们吃 其实他没有撇弃我们 因为婚姻的状况 他处理不了 那时候我是觉得很不舍得他 但是又不知道 小孩子的时候 又不懂得表达 又不懂得忧伤 但是当时也有个 其实我们家里有个问题 因为我爸爸我妈都是 上班是不见人的 两个都是不见人的 因为他真的要上班 所以我们睡觉都不见人 周时是不见人在家 所以当时来说 我不是很大的忧伤 因为根本是见不到他们 这也是一个家庭中的问题 以前我曾经一起侍奉的 一个西人牧师他都说 你这样的家庭背景 你都这么强壮 你真是很厉害 如果很多人就很失落 但是呢 因为我感谢主 给我这个坚强的性格 因为可能我放下了 不过很多人没有放下的 就是很受影响 很受影响 大家有没有试过被撇弃 而很受影响 有没有试过这个经历 大家有没有人想分享 就是被人丢下之后 伤害是存留在这里 影响你的 有没有试过这种情况 如果没有是好的 有时呢 就是你有时发现不到 有时有轻量的 发现不到 是潜伏在心中 其实当我家里发生离婚之后 后来就 冲衣家庭改变 家里就变了很多闹和打 那时我就真的有影响了 但是我很多年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影响 会发恶梦 会梦游 有些恶梦都挺严重的 很严重的 我思想最严重的 是如何 我去到大学 我这些信耶稣 但是未医好 在大学发梦的时候 我就起了一封墙 起了一封墙 我发现我站在一封墙里面 你起了一封墙里面 我发现我站在一封墙里面 起了一封墙就封在一封墙里面 我很害怕 于是用力打一封墙 真的打穿了 不过那些墙不是这些墙 那些墙是 在外国那些墙是很薄的 一打就穿了一洞 这是内心潜伏的 这种失落感 或是伤心 或是害怕 但是我们感谢神 神一路医治 我稍后再说医治 那就是人会被撇弃 就会有伤害 会有不开心 有一只狗 我讲一下狗故事 有一只狗在韩国上 在网上有的 这个故事是什么 这只狗 它的主人就走了去 即是它搬走 但是就没有拿一只狗 就放下它在那儿 叫它在那儿等 就是其他人讲的故事 叫它等 那只狗就真的在那儿等 就不走 那有些人呢 看到它这么凄凄 拿东西给它吃 那它呢 整天都望望望望望 一看到车 像它 主人的车 立刻跑到那儿 又不是 又走回头 即是天天是这样 在那儿 手在那地方 那有个女人呢 整天都拿东西给它吃 拿东西给它吃呢 想带它回家 因为它这么凄凄 不如拿回家 但它又不肯 跟它回家 它又要在那儿等主人回来 即是它的心 就很归属它主人 但它主人就没有理它 即是根本就走了去 又不出声 就一路说 那只狗由后 即是小小小 就变成了老狗 变成了病狗 那人呢 整了一间梗屋 在那儿 那它病了 走入梗屋里睡觉 即是一个 即是被撇弃的一只狗 即是其实都很凄凌 下的 那就去到一个很困难的情况 那其实我们人 都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或者我们遇到的人 譬如我们传福享的人 或者是建立灵命的人 可能他都有这个情况 那就是被人撇弃 好了 那这就讲到 就是喜悦 神又喜悦我们 那有些人呢 亦都觉得不被喜悦 即是没有人喜欢他 我想这种经历 很多人都会试过 即是有些人不喜欢自己 譬如我小时候 其实我最努力的那个 我是大儿子 家务都是主要我做的 周围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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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家人 我们住在宿舍 所以那些周围的那些轮舍 全部都知道了 发生什么事 他就说 你家的儿子 真是个个都很听话 为何我们 他们还没回家 我们全部都塑干净了他们 全部都塑干净了 什么都收好 他回来 家人就不会吵架 这些轮舍都说 你这几个儿子真是好乖 好听话 又不会异 又不会做不好的事 读书也好 自己搞定自己 什么都搞定自己 不过呢 家人就不这样看 一有些什么错 手指指向哪个呢 指向我 指向我 是你做的 都不关我事的 所以那种感觉 是不舒服的 总之觉得我当然是做错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否试过 被人觉得无人喜欢你 错的时候总是指向你 有无这个经历 有无人试过有这个经历 我试过来到香港有一段 不好的他都说 当然是我 好的 好的 不是说我 其实好的 是我也有做 不好我没有做 我总是觉得很挖住 是谁对你这样 以前我的家工 是 其实会这样 因为本来都不喜欢 大陆的人 他一家人都是排斥的 我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走了 没有了 感觉是怎样 我那个感觉最后 什么 反正好不好 这些都说是我做 好的 你不会说我做 什么好不好 我都不想做 所以都是很失落 是吧 都是不想行好的东西 想逃避走 不想想 是呀 在普通来说 是真的无得处理 被人家喜悦 不欢喜 真是很难处理 很难处理 大约二十岁 我回去拍 我是养父养母 带我来香港 我被遗弃就是这样 我小时候不懂 然后 我在三个月嬷的时候 我亲爸爸不要我 因为我亲爸爸 又想找第二个老婆 然后第二个老婆不喜欢我 然后我亲爸爸把我送了 送了给一个农村的 一个 我现在叫养母 我养母在大陆 养到我三岁 就带了我来香港 跟我养父一起住 在我大概二十岁的时候 我养母就告诉我我身世 之后我就回到内地 找了我几次 找了我几次亲爸 亲妈 亲姑妈 吉利卡拉耶 我自己呢 我自己不知道 原来 原来 我在我妈的肚子 已经没有福受伤了 没有福受了伤了 因为 几年前 我在一个基督教机构 有一个牧师 不是牧师 一个传道人 他帮我做医子释放 深切医子释放 然后我做的时候 我就彰显 我看到性灵病 我看到异象 我在我妈的肚子六个月 六个月大 我妈看到我亲母 看不到她的样子 拿着很大的剪刀 用来剪布那些 插到肚子 想插死我 其实呢 其实呢 我妈呢 拖了我呢 拖了我呢 可能九个月十个月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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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时间 都整天都想杀我的 整天都想堵胎 跟我 阿爸 那些姑妈 吵架 所以呢 所以我就接受了 母覆医治 原来呢 原来呢 原来我呢 一路都很生气我妈 我自己都不知道 原来很生气 是那个传道人 告诉我 接着我就认罪了 开口认罪了 遥恕我妈 遥恕我爸爸 遥恕那十几个 八渣姑妈 骂我 又遥恕我 阿婆也骂我 阿妈也骂我 接着整个家族都骂我 说我陀虚家 那样 接着呢 其实很深 很深伤害的 接着我来到香港 我养母 又拜偶像 我又信耶稣 接着他又针对我 骂我 带我小孩 带我小孩出街 不带我去 留下我一个人在家 那我都是被撇气 由小到大被撇气 所以我都是 不断经历 我们那个细节 就不要说那么多了 就只是说一下你那种感觉 我感觉就是 孤儿的灵 孤儿的灵很强 经常觉得自己没有人爱 经常觉得自己很没用 和自卑 以及有 attention seeking 就是 小时候会做些东西 我想读过education 我之前也读过education教育 就是很想人注意自己做 做些东西很调皮 很怀皮 好像类似过渡约症 保家事证类似的 我想教育 那些会知道 我从小到大 不断给神医治 多谢你的分享 求主安慰你 完全医治你 都是很难受的 由小到大 过程都是很多伤害 这是困难的 是一个很困难的情况长大 我们当中有些人 可能每个都有些某程度的被血气 有些是多些 有些少些 有些是家里甚至有爱 有些家里真的很有爱心 那些去想到这些人 那么大的伤害 会想到他们都很困难的 好了 这个经文又说到被血气 或者不被喜悦 但它又说到一个很大的对比 这个对比是什么呢 就是神那种美善 神又怎样呢 他说你虽然被血气 你不再 不再第四行 不再称为被血气 即是曾经被血气 其实他不是被神血气 是因为他不听话 所以是被惩罚 很多外族来打仗之类 那神就说 你不再被血气 并且是成为华官 哇 很特别 很尊贵 非常之尊贵的身份 我想大家都听过 最近听到 伊丽莎伯而世 他的官面 大家有没有听过 在网上也有些影片说 他们那些官面 真的非常之贵 全部都是最美最美的宝石 放在官面上面 我想你拿了个官面 你一生都不用做工都可以 这个官面 这个是神手中的官面 华官 即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华官代表有什么价值观 在里面呢 大家可以回应一下 这个华官代表神怎么看我们呢 这个华官 这个华官 寫明是华官 即是说 是很值钱的 神看我们是很贵重的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受过一些伤害 看不到自己的贵重 但是神看我们是非常之贵重 非常好 我想问这个华官代表有些什么 即是说这个人物 或者石安 或者以色列人 或者神的子民 即基督徒 这个华官代表他有些什么质素呢 即是有几样质素呢 即是有几样质素呢 以色列人是神简选的子民 所以他是很汉重 即在他简选的人 他认为好才简选 在他心目中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人 第一点是重要的人 好 还有些什么质素呢 我看重他们 重要的人 看重他们 他们有尊贵的身份 有尊贵的身份 有公主王子的身份 好像我们现在这样 都是有公主王子的身份 有公主王子的身份 还有些什么呢 能够带得冠冕 好像选美那样 冠冠只有一个 他就是带了那点冠冠冕在那里 真是最好 神认为是最好 最好的 是美丽的 是吧 有各样的丰盛 意思是 作为华官包含什么意思呢 被看重是美丽的 是荣耀的 很贵重是重要的 神体重的 即是说 以色列人和我们 都是被神体重的 我们都是很宝贵 每一个都很宝贵 不过有时 有些人又不觉得自己 那么宝贵 为什麽呢 学识不够 口才不够 朋友不够多 或者朋友对他不好 于是我们有时 就会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呢 这件事是可以建立的 我们在神里面 听神话是建立的 那另外一样 就是这里讲到 很特别的神 为我们做的就是 喜悦了 神喜悦我们 那么呢 神喜悦我们 当神喜悦我们 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当神喜悦我们 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如果李嘉诚喜悦你 当神喜悦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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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神喜悦我们 会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李嘉诚喜悦你 会有什么后果呢 会有什么后果呢 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嗎 不是一定说 就是不是逢他结婚 那种喜悦 就是看起你那种 看起你那种 看起你那种 很害心 很高興,神喜悅我會很高興,覺得自己很有用,有價值 我現在告訴你,神喜悅你,神現在喜悅你,你是很有價值,很重要,很寶貴 神喜悅我們還有什麼代表帶來的後果,人活著很需要愛,有這位燙造天地 無所不難的神愛我們,其實我們在內心那種喜悅是不懂表達的 是開心都不懂得怎樣去表達他那份愛,其實我自己都受過很多傷害 我經常都看不到自己有價值,但當神醫治了我之後,我彈經在這個祈禱 在我腦裏全部編認了神,即每一件他愛我的事,湧上我的心那裏 那種感覺我從來沒有過,那份愛從來沒有感覺過 因為我有負面情緒的時候,只是想負面情緒,從來沒有解算過神 對得到我幾好幾好幾好,但那一次在這裏皮肚,他就全部這樣,好像電影一樣 每一件事,在我的腦海裡飄出來的 全部都是顯現到神對我的愛,譬如我小時候淹了,如果不是有個人拉著我 拉我上來,可能我淹死了 即你在祈禱的時候,忽然間就現出這個情況出來 是的,好像來到這裏第二次祈禱,我就深深地去感受到,這位神是非常愛我 其實我小時候就一直被人罵,我經常都不開心 阿嬤寫,即是很看輕的女兒,還男輕女,在我的同家姐跟我這麼長大 她們不會罵,即我阿嬤不會罵她們,在我面前就會罵我 你的什麼什麼女兒有沒有都不用限,這樣 變成我看不出我自己有價值,所以我長期都很自卑 我發揮不了我的能力,我做事做得不好,變成不停不被人罵 但我在想,其實我從小到大身體又不好,神一直在 原來她看得見,每一件事發生在我身上,她陪伴著我 我淹死了,她都救我,曾經有意外,奶頭車在旁邊,噴噴聲鼓 我的單車就倒了,如果倒去右邊我就死硬了 你講剛剛謝仙平呢? 不是,以前我在我成長的階段,其實在那一刻 我用每一件事都是神一直保守我,譬如我不停病 我16歲就開始有鼻水倒流的病,病了36年 但她都醫治了我,她病得令我好多情緒出現 其實這段時間不容易過的,這麼多年的病 我亦都患過癌症,一個月要做三次手術 但她都給我好平安,做手術其實我很害怕的 但我就揮著神的說話,她說,我記得是約翰一書的 她說,在我裏面的比世界更大,我就是這樣揮著這半句聖經 我入了幾次手術室,我一點都未驚過,其實我本身有焦慮 很貴那時未處理,我只是抓著這半句聖經 我就是這樣順利地經過這三次手術 感謝主,謝謝主,很特別,你那次祈禱經歷這麼多東西 你有機會的時候,我們摺錄你的見證 你講回那次祈禱,神給你現出幾多樣的以往發生的事 這都是很特別的,神醫治你,讓你知道神體重你,神安慰你 好了,這個講到就是神喜悅我們 我們從全本聖經,我們去找一下關於喜悅 聖經是有講到,不是所有說信耶穌的人都神喜悅 譬如以色列人都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神喜悅 我們看一看聖經裡面,先看看 這個下面的經文,下面還有講其他的,很歡喜的日子 但我給大家看一看,這個 講到神喜悅 在羅馬書十二章一節到二節 有講到兩次喜悅,大家看不看得到 所以定兄們,我一起讀 所以定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的獻上當作活際,是聖結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是乎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順存,可喜悅的旨意 這裏在哪裏出現兩次喜悅,誰看得到 誰看得到,誰看得到,看得到,要舉手 他說是神所喜悅的 即甚麼是神喜悅 他說我們將身體當作,在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是神所喜悅的 好了,這是第一個,真身獻上 第二個,叫我們改變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我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群全和喜悅的旨意 OK,那這裏後面那裏說甚麼呢 後面,即是 即是,後面這裏 後面這裏,第二個喜悅 第一個喜悅就是我們將身獻上當作活際神的喜悅 那下面那裏的喜悅是甚麼 即是我們要察驗神的善良、群全和喜悅的旨意 OK,好,有沒有人想補充 這裏的喜悅,第二次的喜悅是說到甚麼呢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這個世界 你心意變化和神會 叫你們察驗自己是內地的 不過,最主要就是,神是良善的 不,神是善良,愛我們的神情 那裏的旨意是最好的,給我們 我們信耶穌不是跟從這個世界的,是跟從神的說話 當我們跟從神的說話去行的時候 我們會,聖靈會提醒我們去耕生我們的心靈 當我們耕生心靈的時候要好的生命 你就很明顯地體現得到這位神有多麽善良,多麽純潛 是多麽可喜悅的,神在我們身上有祂的主意,有祂的美意 好,這裏第一個是說,當我們將生意獻上當活祭 整個生命獻上給神,就是神喜歡的 然後就說到入神喜悅的旨意 擦現到神的善良,純潛可喜悅的旨意 怎樣入到呢?就是不要跟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被神改變 就能夠找到神這個善良,純潛可喜悅的旨意 即入到這個旨意,神就歡喜了 即是說,沒有入到旨意的,神會不會歡喜呢? 神不歡喜,如果他完全沒有入到神的旨意 神不歡喜的,凡他真心信耶穌的人 神一定會歡喜的,他真心信耶穌一定會改變 但因為人往往的時,他的改變是很微小 有些人很微小,不是怎樣被神改變 於是他入不到這個可喜悅的旨意 那他入到什麼呢? 吵架,吵吵,離婚,失敗,甚至犯法 被人抓去坐牢,很多問題,人際問題 有些人就入了這個可憎惡的旨意 不是神的旨意,是魔鬼的旨意 魔鬼給他旨意 但當我們聽神話,就入了神這個可喜悅的旨意 即是說,原來將身體憲上就是神喜悅了 而我們將身體憲,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就能夠進入神歡喜的旨意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就是 這個經文所講到的喜悅 就是,真心跟從耶穌的人 他一定會盡量行神的路 當他行神的路的時候,遵從神 神一定會歡喜的 好了,這個經文還有下面那裏 我們還未讀,我們一起讀 五十五章十二節繼續 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 平平安安夢引渡 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 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 松樹掌出代替驚擊 番石流掌出代替擲泥 這要為耶穌華能明 作為永遠的證據 不能剪除 這要講到,就是當 石安,對石安講 以及對以色列人講 亦都是對我們所講的 神喜悅你 神叫你不再被撇棄 這樣你們就會歡歡喜喜出來 平平安安夢引渡 然後跟著說,山都在發聲歌唱 是一樣,田野的樹木也拍掌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一個照字面的解釋 一個代表性的意思呢 這個經文所講的 是一個字面的意思 還是一個代表性的意思呢 山就在發聲歌唱 田野又會拍掌 松樹代替驚擊 翻石流代替擲泥 這些是照字面解釋 或是一個代表性的說話呢 大山小山發聲歌唱 田野樹木拍掌 代表什麼呢 誰都可以講的 應該是一份喜悅 什麼喜悅 誰喜悅 其實是我們的喜悅 你們歡喜出去 如果山有拍掌 發聲歌唱 應該是講到什麼呢 即是我們喜悅 還是什麼喜悅呢 其實這裏所講的 應該是講到 那條路 是令我們歡喜的 最初就講到 我們出來 開心出來 平平安安 神會引導我們 然後走那條路 山都在開心拍掌 樹木也在拍掌 即是說 我的條路是豐盛的 未必是沒有困難 但會是豐盛的 會有喜樂 有平安 有力量 有果子的 即是說 如果一個人跟從神的時候 一方面 他不再被撇棄 他神所喜悅 他的路是燦爛的 我們每個條路都可以變得燦爛 當我們聽神話 如果聽自己話 You are on your own 什麼意思呢 你靠自己的了 你都靠自己 你自己有什麼後果 真是不知道 責任自負 其實很多基督徒 他們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追求生命 責任自負 所有的後果自負 你的後果是你自己負責的 但是當我們走神的路 遵從神的時候 那條路就會光明起落 雖然都有困難被迫白 但是神的過程是祝福的 這個經文其實是非常之好的 另一個經文也有講到 這個官面上的寶石 就是我所作的那首歌 都是用這裏的歌詞 善家麗書 鋼十六節一起讀 當那日夜晚 他們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 拯救他們 因為他們必將官面上的寶石 高舉在他的地上 就是我們會好像 官面上的寶石 高舉在地之上 就是我們在這個地上 在一個非常之榮耀尊貴的身份 雖然有困難 雖然人對我們不好 當我們明白我們這麼尊貴 那些人不好 我們都不會這麼介意 沒有所謂 他傷我不了的 因為神會看著我 其實他慘的 他害我們 他比我們更慘 所以我們就會歡喜快樂 我們走的路都是神喜悅的 這個信息 大家能否入到心呢 我們是神體重的兒女 我們聽到神說 我們一生都蒙福 我們可以祝福很多人 神喜悅的時候 因為神掌管一切 一切在神的手中 他必然大大的詩恩祝福 好了 我們接著就講到應用在我們 呼音聖查經和幫助靈命 大家都留意 我們講的時候 都是明白經文 但是呢 我們選擇性去講幾多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傳呼音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 即是逐節逐節去講 那就太長了 我們建立靈命 我們可以講長一點 可以講詳細一點 在這裡看得出什麼 神的屬性和恩典 和怎樣應用 好了 帶領呼音聖 或者建立靈命的查經的時候 有這幾點 就是大家在一間小組的時候 留意的事 就是將來你帶領小組 都是留意這幾個人 第一 就是留意 那些人回應的時候 他的需要和感受 根據他們的需要和感受 跟他們的需要和感受 回應他們 譬如有些姐妹分享到 他們怎樣被人傷害 撇棄 我們就不會說 下一個有什麼問題 就不會問下一個 首先回應他 因為他被人撇棄 家人不要他 他一定有很多傷害 我們就回應他 我聽到你說 我也覺得傷心 我覺得你一定很辛苦 很難受 對你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也覺得很可惜 有這些事在身上發生 會有回應他的感受 感受到他的感受 又回應 第二 就是靈活地使用問題 根據對方的屬靈和心靈狀況 來發問 因為我不能給一千條問題 如果他這樣說 你怎樣回答 他第二種講法 我怎樣回答 寫一本書都可以 查一段經文 我們不能將一千樣的反應 寫出來 所以我們需要靈活 如果他講開他的問題 我們就回應他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目的 是想帶他去信主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詳細看完經文內容 如果傳福安未說 我們主要是回應他的問題 所以很靈活地使用那些問題 所以我雖然都列出來 你就不要亂 有時候 我現在問第一條問題 問完 OK 第二條 第三條 就不是這樣的 而是靈活地 他講甚麼 他講A 我們回答A 他講A 我不要回答B 不要回答別的東西 譬如他說 哎呀我都有不開心 跟著那個人就說 我都不開心 那這個是不是回應 他說他不開心 跟著我說 我都不開心 我都被人罵完了 他有沒有覺得被關懷 沒有 因為他覺得 你只是講你的問題 我不開心 你講你的問題 就沒有回應他的問題 靈活 第三 讓他們從經文 和我們分享 認識神的尾線 另外就是說 由經文看到神的尾線 和我們的分享 即是說 雖然 正經文講到怎樣 被人撇棄 人可以不喜歡我們 但是我們有神 神就不再丟掉我們了 我們又有一個 諸貴身份 被神體痛 神喜悅 然後根據他們的需要 引導他們去思想神的恩典 和救恩 和回應神的尾線 即是說 當我們看到 他回應他 我們就引導他 你都覺得被撇棄 神不會撇棄你 你以後的生命都不會被撇棄 你想不想有這種生命呢 你都可以和 有些基督徒 可以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可以互相關懷 你會得到一些安慰 得到一些幫助 在教會都可以得到一些幫助 你想要進入這個恩典的狀況 想要神帶領他 看到神的尾線 看到神的救恩和幫助 這四點就是 留意他講什麼 回應他 第二 靈活使用問題 第三 從經文和我們的分享 讓他看到神多好 第四 根據他需要 我目的就是引導他 去看到神的恩典 幫他信耶穌 或者去跟從神 這裏就是那些可能的問題 我們未必弄了 不過讓你知道有些問題 你有沒有試過 人家有沒有撇棄別人 首先講人家先 不是講他先 有沒有人呢 會撇棄別人 朋友會不會 父母 都會有父母撇棄子 都有的 有時候 很多時候被逼 但是真的有些事情發生的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撇棄呢 帶你什麼感覺呢 第二 有多少人喜歡你呢 或者人對你的感覺多數是怎樣 是否喜歡 還是不喜歡呢 這裏我寫了 第三 神不會撇棄我們 亦都叫我們成為他手中的華官 有什麼重要性呢 我們是神的華官 有什麼重要性呢 第四 不能夠找到配偶的人 用什麼感受呢 即有些人很想結婚 但是結婚不了 那他有些什麼感覺呢 而這裏講到 新郎如何喜悅他的辛苦 神都照樣喜悅你的 神就是喜悅 跟從他的子民 去到什麼程度呢 神喜歡我們去到什麼程度呢 神真的整個天堂歡喜 如果有一個聚為悔改 神都整個天堂歡喜 一給一杯涼水 神都會永遠賞賜我們的 第五 你想成為神喜悅的人 你知道怎樣可以得到神的喜悅呢 這就是呼音聖茶經 好了 建立靈命 那用什麼問題呢 那都是講 你有沒有被人撇棄啊 你有沒有覺得被人覺得厭煩啊 帶給你什麼感覺呢 你有沒有覺得很難得到神的喜悅 神喜悅是否很難呢 有些人這樣 聖經就說神喜悅 我就是進不了神的計劃 所以神不喜歡我 我都是不得那個 你一個個都挺好的 但我呢 就很多罪了 那我們就從經文去告訴他 我們一悔改整個天堂就歡喜了 雖然犯罪神一定不喜歡 在罪中一定神不喜歡 但當我們知道罪不好 我們悔改神一定歡喜 我們開始遵從神 神一定歡喜 你走神的路 你一步走 一日走一些 走一些 神是歡喜的 這樣他就覺得容易了 就不難的 大家 我想問大家 你覺得 討神喜悅難不難呢 我們講過這個題目很多次了 大家 是不是覺得很難很難 因為覺得呢 不難的 只要走一步 神就喜歡了 大家 這是講感覺的 你聽到和你感覺不同的 有幾多人 你現在 大家 你是覺得 我討神喜悅不難的 我 走神的路是不難的 總之我跟著走就行的 有幾個覺得是這樣的 OK 有些舉手 有些沒有舉手 我希望大家就是 我總之向著方向去 神就歡喜 不是要等到 不是要等到 我完美才歡喜 我一走 就算做得不夠 神我現在開始求你幫我 神就歡喜了 我現在開始多些親近你 神就歡喜了 我開始遵從你 神就歡喜了 這一點是很多基督徒都有的問題 就是覺得神喜歡自己 這是我們去幫助他的 第三 神的原意是喜悅他的兒女 為什麼基督徒得不到神的喜悅呢 因為他在罪中 他沒有親近神 那基督徒怎麼得到神的喜悅呢 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將身在獻上等於活跡 不要跟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神體我們是觀念上的寶石 我們的身份有多寶貴 這是一個發表的問題 讓他發表一下 到底神體有多寶貴呢 很多基督徒會這樣想 那些牧師、傳道、祖長 那些寶貴一點 我們那些 哎呀都是沒什麼用的了 這就是他看笑自己 其實神是說你無論什麼身份 就算你是家庭主婦 你照顧子女 你給他看到神的愛神的恩典 神一樣很歡喜 你的果子也很強 如果你影響你幾個子女 都愛主是很大的恩典來的 所以我們不要看笑 我們任何一個人所做的事 如果不討臣喜悅的基督徒 會否仍然保持冠面上的寶石身份呢 他有這個身份 不過得不到的益處 我認同 有一個人是王子公主 不過他經常都覺得自己是 皇上不喜歡那個 有些皇子公主都是這樣 覺得自己都不夠 父皇不喜歡我的 但我們是個個都有這個身份 只要我們親近神 我們有這個身份 我們可以深信神歡喜我們 我們走一步遵從祂 祂就會歡喜 我們怎樣保持這個身份呢 就是當我們親近祂 愛祂 遵從祂 好了 我現在講一些在開組的時候 留意的事 第一 個人分享的時間 可以分享自己的 我們有個人分享的時間 小小的時間 然後跟著操練事逢 兩個分開的 一個就是 在一個小組裡面 有小小的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分享 就短短的時間 不要太長 可以分享自己的狀況和需要 不過不要重複和擁場 有些人會說 他會說很多次 為什麼呢 因為他習慣 那些人不聽他說話 所以他習慣了一次 我被家人罵 跟著說兩天又說 他經常罵我的 不需要說幾次 一次就夠了 而組員組長就可以回應他 第二 在操練事逢的時間 操練如何存呼 建立靈命 輔導 各樣的事逢 可以分享和操練有關的內容 很重要 有關的經歷 譬如說 我們講到這個 有些人被撇棄 我們就講到曾經被撇棄 有個感受 就不要說 我家啊 我爸啊 我媽啊 哎呀 怎樣罵我啊 哎呀 怎樣擊傷我啊 哎呀 怎樣不理我啊 哎呀 我真的去到哪裏 去教堂又衰 哪裏都衰 命都不好 這樣就變了 個人發洩那些 不開心的事了 我們在操練事逢的時候 就不是做這件事的 我們回應了 回應了個主題 我們可以分享哦 但是呢 不要走得太遠了 你走得太遠 你傳福音的時候 有個基督徒 我們當然會有基督徒 和非基督徒一起 如果可以的話 那基督徒越講越多 越講越多 就變成去了他那裏 所以我們小組分享的時候 就不要太遠去 去得很遠很遠了 那呢 就 譬如我們講到 我們自己生命的見證 我們可以分享的 不過呢 簡短 to the point 去到那個要點 就不是分享個人的需要時間 就不是那個時候說 我其實很慘的 是我很需要關心的 你們關心我 就不是那個時間 那時候是操練事逢 好了 有人操練全方向的時候 被帶領者回應問題 而分享自己的經歷的時候 應該簡而精立 就是說呢 當你分享你的經歷的時候 就簡單 精要 就不要 越講越長 又不要利體 OK 好 這些是待會我們操練的時候 我們 待會留意的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一下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下 雖然世人會撇氣我們 世人會不體重我們 不歡喜我們 甚至我們的家人 都有時會撇氣我們 不體重我們 不歡喜我們 但是神你體重我們 當我們信靠耶穌做救主 神就很歡喜了 當我們愛你 你一定很歡喜的 我們親人你一定會歡喜的 我們遵從你一定會歡喜 我們侍奉你一定會歡喜的 就算一杯涼水 小小的侍奉 神都會歡喜 所以我們可以開心快活 每天都說 我是神所喜悅的 我遵從神 神喜悅的 我們每天就開心快活 我們就有力量 求主幫助我們 滿有力量 滿有信心 行神的路 不是做一個孤單的人 不是做一個孤兒 而是做一個被神所愛的子女 是非常之蒙福的 多謝天父 求主更新我們的生命 多謝主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希望下次我問大家 有幾個人覺得神是喜悅你 土神喜悅是不難的 就個個都舉手 當你真是走神的路 不過如果有人真是最喜歡 不悔改 我們應該要悔改先 就不是說 我一直犯罪 神都歡喜 不會的 但我真是悔改 真是改 一步一步改 神一定會歡喜的 全開 原來的 一步 有 多謝 假 其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